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吞女孩 小女孩遭到乌鸦的袭击被抢走了五官 又连续遭到了树精的袭击 这把俩人吓啥了 随后 其人又继续往深处走去 一个荒废的古堡此时映入眼帘 小丽告诉他们 这里曾经住着一位王后 她长得非常漂亮 以至于见过她的人都会死心塌地爱上她 怀着好奇的心 小杰爬上古堡一探究竟 她发现古堡周围被十二个石棺围住 进入古堡 这里躺着一具还未腐烂的尸体 这个尸体就是王后 当年因为一场瘟疫害死了所有人 王后也被传染 但因为受到诅咒 她只能老 却不会死 为了恢复容颜 她必须在月圆之夜喝下十二个少女的血 而小丽的父亲也被王后变成了狼人 用来帮她收集女孩 此时 小杰发现了一本魔法书 并看到了苏醒的王后 王后使出浑身谢树 准备把小杰收入麾下 关键时刻 水哥唤醒了她 他们也因此逃了出来 这天 刚好是月圆之夜 两人哭吼拨心 劝解村民 今晚 一定要把自家女儿看好 可国王却此时赶来 准备烧死这对到处行骗的兄弟 还好小丽及时赶到 救走了他们 在逃跑的途中 小丽遇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 可此时的父亲已经是王后的傀儡 她把美丽的小丽献给了王后 兄弟两人知道后 立马前往古堡拯救小丽 而此时的王后已经复活 两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当王后喝下小A的血后 瞬间变年轻了 她利用魔法让兄弟两人互相残杀 接着又把锥子插到了水哥身上 她想把水哥变成自己的傀儡 小杰见识不妙 愤怒地拿起斧头打破了魔镜 王后的脸瞬间四分五裂 接着 恢复神志的父亲抱着镜子跳下了楼 王后也跟着镜子灰份叶面了 影片的最后 被抓的女孩们都被救了出来 小杰也用自己的真爱质问 闻醒了小丽 而小丽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闻醒了水哥 从此 兄弟两人和小丽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格林兄弟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